昨日22時許接獲民眾報案在東山鄉及蘇澳鎮 接連發生兩期隨機傷人案 案件了解現場兩名被害人遭不明男子 已立任割傷警部 目前送醫後無生命危險 案發後本分局立即與羅東分局組成專案小組 報警宜蘭避檢屬檢察官指揮偵辦 經擴大調閱畫面迅速掌握犯權作案交通工具 認定流行治安顧慮人口受有重嫌 專案小組檢察官核發拘票 選舉於19日下午20時30分 至劉蘇澳住宿將其棄補到案 起初犯案時身穿衣服及作案交通工具 前案依刑法殺人未遂罪 以請遺難地檢署偵辦 本分局呼籲針對任何違法情勢 絕對檢查就辦 絕不寬待 維護轄內良好治安環境